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跟联合报的头条 一样都是蔡英文总统 昨天到台东勘灾的相关报道 而自由时报的头条则是 国民党秘书长莫天虎 也安排到台东去慰问救灾人员 还通知媒体来采访 不过最后却放鸽子 行程取消 被批是好大的管围 而其实现在全台总动员 要协助受到重创的台东重建 台风过后 绿岛昨天开出了第一班船 民众就赶紧运送物资到离岛 而国军也派出了30名的兵力 进驻绿岛三天协助灾后复原 林伯特台风8号夹带超过17级的强阵风 侵袭绿岛 绿岛居民的房屋破得破 倒得倒灾情惨重 但是离岛交通中断 10号早上为了救灾 克伦业者赶紧维修完成一班克伦 开出第一班船 民众纷纷运送物资 和灾后抢修的简易器材 进绿岛修复家园 请不到师傅 请不到师傅 所以都要自己来 因为百姓都是一两个人而已 那大概一些铁皮的方面的什么的 他在自己家里要这样子整理 这个家园可能会很困难 为了协助离岛居民重建家园 国军也派出30名兵力 搭上第一班船 带着加热餐盒 进驻绿岛三天 协助岛上居民 参谋总长到富岗码头指示官兵 要让民众恢复正常生活 我们的民众能恢复正常生活 是 我们最重要的教育 谢谢 在救灾关编中 也有六名绿岛人自愿回岛 帮助乡亲重建家园 他会先去家里看吗 家园说已经差不多已经好了 其实现在在重建的问题 台东县长黄建廷表示 来与绿岛灾情非常惨重 除了需要人力 还需要积聚 呼吁各界能协助台东离岛灾后重建 记者张明哲 台东报导